站在什么样的场合 用什么样的题材 打个鸣糕 一般来说茶虫都会搞成金银肠 或者是搞个小沙米这样子的 我这位朋友 他说茶虫不一定要这样子 是你们自己把这个思维给固化掉了 我说那你要做什么 他说山水 我说山水也可以 因为这料子本来做山水就可以嘛 肉汁又细腻 然后这里又有一些兰花 然后我就顺口 我就问了一句说 为什么你要做山水茶虫啊 很少人做 他说这不是你们说的吗 山主人丁水主茶 我摆在这里 希望来我这里的朋友 人丁兴旺 财丁兴旺 一说醍醐灌点 以后我们想东西做东西 又多了一个思路 站在什么样的场合 用什么样的题材 打个鸣糕 然后呢 也做好了 他也想好了 就是这样子 你要做成小摆嘛 他就可以 如果是做瓜酱 我们肯定要这么摆 但是做茶虫 我们要这么摆 开工 垫顶 小摆 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